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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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剛剛林太在會上 回應議員有關 會否聘請 多些聘請海外醫生的事 那個回應 我覺得很滿意 因為我們要知道 目前來講 我們香港本地的醫學院 根本就是 培訓不切 我們香港所需要的醫生 現在來講 按世衛標準 我們香港目前 欠缺差不多一萬名醫生 現在 假如我們加多些學額 未來這五年 估計最多兩千醫生 依然是非常短缺 我們可以看回 十年前 新加坡的情況 比我們香港今日 嚴重得多 但新加坡 就在十年前 開始痛定思痛 大量增併 就是海外的醫生 目前來講 海外的醫生 佔新加坡所有醫生的總人數 是達到42% 而在政府醫院服務的 海外醫生 香港有4359人 而我們香港 只有十個 海外醫生 只有十個 所以很明顯 是我們現在 是政策出現問題 我們在看 是否新加坡 他們的人工福利 被我們香港吸引呢 我們看到 現在新加坡的海外醫生 平均的薪金 只是約四萬多港幣 但我們香港現在出道 六七萬都請不到人 究竟甚麼事情 甚麼問題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我們現在本身 是個政策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 政府能夠 是考慮修例 修例 方寬呢 即是這個 現在在外地 受訓的 和我們香港 認可的醫學院 畢業的 香港醫生 或者香港人的畢業 醫科生 免考本地試 回來香港 為香港廣大的市民服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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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新加坡 现在他们有42%的病毒在新加坡 三年前 香港也开始聘用病毒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10病毒 是在香港医院的病毒 那么明显然有什么问题 那么明显然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政策 所以我希望 政府会把政策的政策 提供的政策 提供的状态 我们现在的政策 一方式我们可以做的 是我们应该开放 让香港人们 在海外训练 可以回到香港 在香港 无论的政策 有没有计划 那些政策 可以增加到几多二三年 目前来说 我知道每年 就是我们现在的香港的年轻人 在海外的一些认可 和比较知名一些的 医科学院读着书 起码是几百人以上 假如我们能够开放 在香港的话 我相信每年增加 会否有一两百 或者两三百肯回流 我觉得绝对有可能 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争取 在海外 甚至很多人大的医科学院 排名都是排在我们前 中大和广大之前 我觉得我们应该争取 这些人才回流 服务我们广大的香港市民 请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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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lleicht可以认识计论 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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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zy您您认识论 好管理论 您的这些人 您知道 我只能提供一些教育的教育 我们不能例行 我们不能带到 尊严认科学等 当然 I mean I mean I mean of course we have to accept it the medical school which school we accepted we should have left at least just like a Singapore they have at least with hundred and fifty-eight many many schools medical school which is Singapore yeah and those I can't go